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其实首先先来看到宜兰县龙州锦标赛 经过两天激战 今天傍晚圆满落幕 当中总锦标的献选拔赛 男子组由罗东正体育会龙州委员会的B队夺魁 而女子组的优胜则是精尊餐厅 而这也是四连霸的记录 宜兰县龙州锦标赛 象征最高荣誉的总锦标 今天下午精彩登场 吸引许多乡亲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而总锦标的女子组是由精尊餐厅夺胜 拿下四连霸 获得30万元的奖金 连同公开女子组冠军的10万元 总共报回40万元的奖金 那女子总冠军的部分是由精尊的餐厅队 获得女子总冠军队 精尊餐厅女子队 她们是获得四连霸 至于男子组的冠军竞争更加激烈 去年冠军的罗东正公所B队 今年以新的队名 罗东正体育会龙州委员会B队参赛 拿下总锦标 以及公开男子组甲组冠军 获得45万元的奖金 而罗东正公所再加码10万元 成为今年献龙州赛最大的赢家 那这一日的奖金呢 除了30万还有15万 再来来攻守再加码10万独立 我们希望来推动运动 推动文化推动艺术 让这个文化艺术继续的前进 让地方的进步繁荣 能够大力的推动 公开男子甲组的部分 我们一共有7队 是我们的罗东正体育会 龙州委员会的B队 他们获得冠军 在组组的部分 我们是由宜兰区刘东正体育会的 龙州委员会B队 他们获得男子总冠军 另外其他的竞在结果 公开男子遗族冠军 是立品建设二连霸 无冤社区则是拿下了 社区村里组冠军三连霸 至于国中男生组 是立则国中三连霸 国中女生组 是复兴国中未免成功 而国际友人组 是合适炒菲律宾队拿下二连霸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波等